新盘于上周六持续热销。大围站柏奥庄二次轮推售343伙全数受兴。 但红盘现象似乎只局限柏奥庄销。昨日进行第三轮销售之屯门帝宇、星图。销情已不似预期。推售的123伙。消息指最后只卖出33伙。占第三轮可售单位的27%。 而总结过去周末。虽然一手市场陆得444宗交易。表现亮眼。但当中柏奥庄二就占了78%。香港小轮及帝国集团合作发展团门青山湾帝宇、星图。 昨日进行第三轮销售。涉及123伙。此前项目收到3689票。已推售123伙计。超额近29倍。 然而如此高收票下。昨日项目销情却未如理想。消息指最后只售出约33伙。 占第三轮可售单位的27%。据了解。第三轮的123个单位。实用面积由192至996方尺。 间隔开放式至4房不等。截实售价则由约343万至1555.7万元。 截实尺价介乎约13723元至21442元。截实平均尺价15131元。 至于其他新盘。周日成交只得零星的13宗。总结周末两日。虽然一手市场陆得444宗交易。 但当中新世界火港铁合作大围站泊傲装仪。于上周六卖出343宗。 占了78%。反映最近新盘热消的现象。更多集中在某新盘。 事实上其他盘于周六日成交并不算突出。 总结11月上半个月。一手盘已沽1335火。 为今年新盘烧情最旺的半个月。